因為每一場都要很謹慎 對手都不是那麼輕鬆就可以解決這樣 所以當然前面的想法就是 前三關一定要先過 就是進金牌戰 想辦法進金牌戰這樣 那其實中間有很多 我落後或是被得分的時候 那我就是 因為教練也是提醒我說 十分沒有關係 我們還有時間 想辦法去追 這樣子 金牌戰就是 的確是逆轉勝 嗯 其實我前面好幾場都是逆轉勝 對 那因為金牌在壓力要更大 而且一開始其實比分有點 落差 對 0比5的時候自己的 當下的那個 嗯 就 主要是教練也是在後面的戰術 就是說沒有關係 就是 再來再來 就是 繼續去展現自己的技術 然後當下 因為我在被得分的 那五分都是 我沒有攻擊動作 我都是在做移動或是防守 還在看對手 但是 對手打線來說我沒有反應 然後 我一看他我就想說 我也要出動作 就是 我覺得他的膽識很大 那我也要放開來這樣 就是 我只要我不出手 我就沒有機會 所以我一定要想辦法去追 嗯 你覺得自己最後能夠真的 逆轉過去 最大的關鍵是誰 啊 主要是 就是自己哪個地方 真的 做得比對手還要好 所以 不管會不追過去 沒有 放棄 對 就是 因為 其實我在打之前 教練就提醒我說 這個對手 其實沒有什麼 戰術 他沒有什麼戰術給我 就是拚速度 這樣 所以我最後就覺得 一定要拚 就是想辦法去打到一支 就算是 我們是互相打到或怎麼樣 反正我這支就想辦法 沒到他這樣子 然後就沒想到 就真的成功一點 個人金牌對你的意義分享一下 呃 小新的心情 就真的非常開心 但是 這興奮感沒有 第一次拿的那麼大這樣子 因為 就覺得五年 就等了五年 然後這中間有很多 那些 很多低潮或是什麼 然後 跟這個對上 大家一起走到這裡 然後 就想為對上再拿一面金牌 因為我們還沒有拿金牌 就是為自己 就是這麼努力 跟整個對上的 想要拚一面金牌 賽前會壓力很大嗎 因為二連八 嗯 壓力是會有 然後 但是 想的更多的是 想贏 對 你自己知不知道 就是 大家都在等 第十九面金牌 你幹嘛啦 我 沒有 沒有去注意這個 對我只是想著 今天在場上怎麼打 就是專注在對手身上 跟 整個賽程都更有發展 那還是想問那個 掌器官 剛剛署長跟你講 對 蠻榮幸的 因為我們 其實上一屆 我沒有參加到 開幕跟比女 對 我原本 家裡在問我們意見的時候 我原本也是想說 一開始是想著不去 但是後來想說 好像都沒參加過 那去好了 沒想到就是 要當戰器官 蠻榮幸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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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